那我們請這個剛從實驗室回來的這個庭號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問你 你覺得當大家都在空特斯拉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電動車的趨勢結束了 我不會這麼認為 基本上每一次的泡沫 的確它始終會有破滅的一天 但是泡沫的破滅從來都不是在市場上 極度的不相信 極度的去做空它的時候 泡沫破滅的 其實是跟巴菲特想的概念一樣 就是相反的 沒錯 基本上市場上如果它的做空情緒 或者說市場上對於某種行情 始終抱持的懷疑的態度 那更有可能在半信半疑中 股價持續推升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如果以特斯拉當前的做空比率來看 它基本上是全美當中 大型全職股當中最高的 它是不是只會TSLO這個代號 要放空的時候 那我們也必須理解了 如果以美國幾大科技全職股來看 你像是輝達 蘋果 Amazon 微軟 你要去放空這些大型科技全職股 沒意思 為什麼 他們基本上已經非常之穩健 長年期的護城額已經湧現了 可是特斯拉是一直到2017年 才開始轉虧為盈 所以它算是一個短期內獲利程度顯著上行的 那我們也可以觀察到 最近大摩格儀的特斯拉目標價 是在400美元 到目前為止仍然有一長段距離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樂觀的想像空間呢 原因是因為很多人認為 今年特斯拉的美股盈餘可能不如去年 所以今年是一個衰退的征兆 這使得市場上很極度的懷疑 財報能不能給出這麼亮麗的成績 所以這是有一個做空的緣由 但是大摩或者說很多投行 之所以還是持續看好特斯拉 是因為今年雖然特斯拉的美股盈餘下滑了 可是特斯拉在全球的市占率上行了 市占率上行了 這個是我們比較了解的一件事情 你看特斯拉在21年 當時的EPS是2.26塊 2.26 22年就翻了一倍 來到4.07塊 可是23年來到3.59 今年如果賺的不如去年來的多 那我股東的權益報酬 就沒有想像中來的顯著亮麗 但是這是什麼原因呢 如果我們持續觀察就會發現 它美股盈餘 年增率的確是負增長接近硬成 但是真正它的營收老實說是並沒有減少的 23年還是比22年高 那這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它主動進行車價調降 它嘗試的藉由車價的調降來換取更多的市占率 所以你看前兩年它的毛利率大概在2.5 今年掉到1.9 掉下來 那它掉的目的是什麼呢 毛利率的下滑換來的是更多市占的增長 所以一旦景氣進入到上前週期 很快的它的車價又調回來了 車價就可以調 所以市場的預估是美股盈餘的確 這幾年走高之後 今年適度均值回歸 明年再度高速的正增長 回到5.68塊 後年來到8.38塊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基本上必須看得出來 特斯拉在今年的降價潮 雖然毛利率適度的下滑 財報結構沒那麼優良 一堆人不看好特斯拉未來的前景發展 但是事實上 今年它是一個策略性調整 也就是藉由適度的降價 適度的降低我的毛利率 來換取整個中國市場顯著的上行 那一旦明年景氣上行 車價一調回來 它很順勢的 能夠繳助更亮麗的財報了 所以這個也是大摩調升 這個特斯拉目標價的一個原因 那但就這個角度來看 電動車的一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如果這樣看起來 應該還是會持續蓬勃的一個成長 對 那我們必須先承認一件事情 電動車好不代表車市好 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對 蘋果iPhone銷售好 不代表手機市場好 手機市場已經飽和了 其實全球的車市也是一樣 你可以觀察到 全球的車市大概在17年18年 就已經見頂了 對 20年21年22年到現在23年 今年的車市銷量 甚至也不如17年 整個車市的情況 跟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是一樣的 可是你可以觀察到淺藍色 也就是Enertronic 屬於電動車車款 相對於內藍機車款 它的比例是不斷上行的 2030年到時候 每出售兩台車 所以等於是燃油車的比例一直在下滑 但是電動車的比例在上升 對 我們看一些仔細的數據 來做一些追蹤好了 基本上在18年19年 當時全球的汽車銷量 每年大概是9000萬輛左右 可是你看到2020年以後吧 基本上就大幅下滑 那原因很簡單 Walk from home 根本就不需要開車了 那加上21年22年 全球進入到供應鏈瓶頸 所以呢二手車價格急漲 但是二手車價格 它並不算是新的新車銷量 那由於晶片的稀缺 導致21年22年 也沒有什麼新車正在出售 好 那時間線來到2023年 結果剛好景氣下滑 汽車也賣得不好 所以你有沒有觀察到 從2020年以來 我們已經連續四年的時間 都不如18年19年的 全球汽車銷量的表現了 所以車勢其實是非常飽和的 可是我沒有仔細去觀察電動車 電動車每年的增長速度 是非常非常之快的 換句話說 全球車勢在下滑 但是電動車正在上限 這兩個圖的對比 反差很大 那就問題來了 那我投資到底是要投資豐田好 還是投資特斯拉 投資比亞迪好 它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投資方向 大概就是一個是傳統車廠 一個是電動車廠 沒錯 那第二點是對於石油的使用量 可能也會因此在中長期 而有所下滑 我們可以觀察到 現在不管是純電動車 純電動汽車或者是混動汽車 或者我們看到電動車的充電站 整體需求速度都非常快 那基本上我們觀察到 未來整個中國市場是非常重要 電動車的決戰點 這也是為什麼 特斯拉到目前為止 它明明在美國 在歐美市場是獨霸的天下 它還硬要降價 來擠落中國市場 原因很簡單 因為中國市場 目前的電動裝的滲透率 是全球市場當中來的最高的 當時在2020年 中國的電動車車裝 電動車裝的滲透率 大概才5% 甚至低於整個歐元區的水平 歐洲當時還有9% 可是時間線我們看到 整個2022年 目前滲透率是2成7 27 已經超過歐洲的21% 美國到目前為止 進度是非常緩慢的 只有7% 增長幅度才大概到7% 總體增長才5%而已 而且我們都很清楚 你在美國 如果是一些自駕自由行的話 那距離這麼長 你要找到電動裝 其實是有點難度的 直接換一台車比較快 對對對 要不然你有看到那個 你有看到那種新聞 就是用電動車 然後背後裝了一個柴油機 隨時用柴油機來發電 不是應該要租兩台 就租一台 後面再拖一台 對對對 拖一台內南機車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一個概況 那就是車是好 不代表電動車好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會覺得 比如說在前陣子 美國的罷工事件 你看是福特 斯特蘭提斯 或者一些傳統車廠的罷工 它讓股價進行適度的均值回調 那是不是一個可以長期佈局的機會 對 短期可能有空間 但長期 長期它就給你一個很明顯的方向了 你要佈局的應該是往電動車 來做一些關注 好 那如果是以電動車來看的話 我們是不是完全就聚焦在美國國際市場 對啊 這就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 中國在全球的電動車的出口量 已經陸續的超越日本以及德國 在近期我們來做觀察 中國市場的電動車的汽車出口量 在2020年以後 比亞迪開始進行出口之後大幅上完 現在也是大舉的進入到歐洲市場當中 它的毛利率 雖然大概就是比亞迪的部分大概在15%到16% 雖然還是比特斯拉來的低 但至少它的總體銷量在不斷的上行 你看到近年 D陸續超過美國 超越日本 超越德國 應該這樣講 超越整個南韓和德國 往日本來做邁進 換句話說 現在一個主要的用意在於 全球在半導體晶片當中 美國做了很多的明顯的抑制 試圖讓中國無法崛起 可是目前還並沒有完全擴起到電動車市場 車用晶片的部分 對 那車用晶片的部分 當然中國有本身的一個需求 可是電池技術相關的部分 中國的領先程度也算是蠻多的 沒錯 你可以觀察到全球的電動車 相關的電池專利數的全球式戰略當中 最高 第一名就是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 佔了全球的34% 34% 專利他拿到了手上握有的專利 對 那第二名就是我們看到的LG 韓國LG的部分 目前有14%左右的專利 第三名是比亞迪 本身也有非常多的電池專利 佔比大概有12%左右 第四名是日本 大概是Panasonic 佔了10%左右 你可以觀察到有趣的跡象 前十名 只有中國和韓國廠商 完全把整個電池領域給壟斷了 給壟斷了 所以未來如果美方沒辦法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的話 它就會在部分特殊專利技術上 它可能會受限於中國市場 比如特殊它就受限於寧德時代所供應的電池 那就換句話說 如果全球投資人想要進行車市長期的佈局的話 第一 你要佈局的是電動車 第二 一定會涵蓋一些部分的中概固 電池 是不是 對 一定會涵蓋 因為它是一個必不可缺的一環 好 那我們都很清楚 像台灣的兩檔ETF 跟車市相關的 它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選果邏輯 風格不一樣 對 一個是893 國泰智能電動車 它追蹤的是ICFX 全球智能電動車指數 30檔 那當然它有很多的篩選指標 但它跟另外一檔00895富邦未來車 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一個是893 你的公司 你不要跟我講 一個是893 一個是895 對 893的部分 你的電動車相關業務營收要超過五成 所以很多 就算它是半導體公司 也有可能 高通的話 它如果供應太多手機晶片 它就沒辦法納入 但是如果我供應的是電動車晶片 N字譜 這樣也算電動車 這樣就算是電動車營收相關的一個 一個概念股 可是895的部分 它就不限於要電動車 你要是做化學製造也可以 化學材料 自駕車也可以 甚至連Uber都曾經納入到 它的子股名單當中 它的概念有點廣 對 所以一個是對賭車市的長期下行 一個是專門鎖定在電池 電動車相關概念股的增長 那就是不同的邏輯 還是不太一樣 那我個人更傾向 你要佈局 就直接針對電動車來佈局 因為剛才我們講了 全球的車市 跟全球的智慧型手機一樣 它是一個完全飽和的市場 它並不像AI 或者AI伺服器 那種大幅增長的空間 於是我們把整個局勢看清楚之後 你就可以了解到 我們真正佈局的方向 第一 鎖定電動車 第二 不能完全淘汰中國市場 因為它在電池領域 還是有部分領先的 好 非常好的一個 產業投資的一個建議 我們請 這個庭浩來討論 這個 香港的外匯儲備持續的下降 或是因為它 舊人民幣就自己要掛掉 沒錯 我們可以觀察到 最近很多人在討論 香港在過去所採取的 連續匯率制度 有沒有可能會因為這一次 為了要穩住人民幣 而被迫 讓自己的外匯儲備 下滑幅度太快 最終導致港幣跟美元 之間的脫鉤 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這一波的導火線 當然是從人民幣的 高速左扁開始 持續貶值 對 那人民幣左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呢 是本身它的貸款 金指利率 就在一個顯著的下行格局 所以如果它的貸款利率 以及降準 存準利率 降息的概念 不斷的進行下壓的話 那直接導致的 就是我們看到的 中美利差不斷的擴大 你可以觀察到 很有趣的跡象 這條線 藍色線是 中國十年期公債在職利率 減掉美國十年期公債在職利率 就是利差的概念 對 那在2022年以前 你可以觀察到有趣的跡象 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個正值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投資中國的十年期公債 拿到的利息 應該是高過於美國的 這很好理解 後進國家 經濟成長率越高 那我給你的 資本的回饋就越多 我2012年那個 人民幣定存 5% 對 所以當時利息很高 可是到現在為止 已經完全進入到負值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投資美國 拿到的配息 遠遠高於你 這種後進國家 高經濟成長的經濟體 這直接導致的就是 人民幣的報貶現象 那人民幣報貶 可是現在中國內需不好 我必須要持續的拉攤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我一邊降息 一邊又不讓人民幣貶呢 這太難了吧 只有一個方式呢 我們可以觀察到 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公債 在近年來是不斷的高速下壓 為什麼呢 我要寬鬆 我不能停啊 但是為了穩住匯率 那我就大量的抛售 抛售 拿美元來買自家人民幣 可是問題在於 那就隱含著 美債的持有量下滑 隱含著中國人行 本身的外匯儲備 在大幅肥減 那如果到時候被狙擊的話 就會有一點風險了 所以要求別人來幫自己下忙 尤其我們可以觀察到 你像阿根廷的部分 阿根廷在前兩年 因為跟中國簽訂了互換協議 這個互換協議就來自於 很多南美洲國家 對於中國來看 它是一個顯著的進口國 南美洲出口很多原物料 那這些原物料呢 這些南美洲國家 拿到這麼多的人民幣 他中國就實施資本管制 我又不能去投資中國股市A股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跑到香港 用離岸人民幣 把它換回美元 這導致人民幣的下壓力 都來得越快 這就導致了 因為香港港幣 它是跟美元 採取固定聯繫匯率支付 所以香港的金管局 它也有龐大的外匯儲備 來穩住跟美元之間的匯率 可是你要先救一下人民幣 救一下祖國 你要救啊 不救不行啊 你觀察到香港的外匯基金 也就是我們講的外匯儲備 這一波下滑幅度也非常之快 所以它就是為了要救人民幣 對 但它救了人民幣 它怎麼救自己的港幣 怎麼救自己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現在對於香港連續匯率制度的質疑 就在這件事情 就是說人民幣 現在由於跟很多南美洲國家 跟非洲國家 都簽訂了相關的匯率互換協議 就代表著 你不管持有多少人民幣 想換隨時來跟我換 而且它是到約 到期直接進行續約 在這種狀態底下 會使得人民幣 在短期內的貶值壓力 它是無法舒緩的 無法舒緩 叫找人來借 借美元 來穩住人民幣 那現在就是往香港來開刀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香港短期內 港幣 它沒辦法跟美元 及時進行吻會的話 那就是聯繫制度的瓦解 所以我們反倒要觀察一下 你看最近不管是港元 或者說香港本身資本的流出速度 都是影響到香港 連續匯率制度的衍生 所以我個人會認為 我們反而可以從人民幣來著手 人民幣一直貶下去 你就會看到 香港的外匯基金持續的貶下去 那貶到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可能最終導致的 就是匯率 香港連續 香港匯率連續制度的崩潔 這感覺很像 尼菩薩過疆自身難保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叫解解的矛盾 有聽過嗎